大家好 我是朋友早安 我是分析師鄭公貞 今天是9月10號星期二 現在時間是早上的8點30分 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 好 那昨天晚上的美國股市 是持續的在反彈 包含說台子夜盤也是大漲了227點 大家還有說今天早上 凌晨最新的iPhone發表會 說iPhone發表會有沒有什麼大利多 那會不會帶動今天的台北股市 等一下我們再來講 其實說昨天台子的 就是說我們先回到昨天的現貨 昨天的台股 昨天台股開盤整體的狀況 尾盤最後小跌了290點 是不是超乎大家的預期 沒有錯嘛 我相信昨天的台股 大家原本的期望 可能會說這個台股可能要跌個千點了 可能要再來個千點的下跌 結果沒有 才跌290點耶 而且個股幾乎很多中小型股 還都非常強 那這其實就符合我們昨天在早上 告訴大家的嘛 昨天早上說這個東西叫做 不耐久盤的賣壓 這就是一個不耐煩的賣壓而已 美國經濟根本就沒有衰退 這就是說市場只是卡在一個 到底是這樣一碼好還是這樣兩碼好 這種不耐煩的賣壓而已 只要等賣壓消化結束 它自然就會再往上拉 所以今天預計台股是持續的往上去做反攻 只是說成交量目前看起來是放不出來 成交量放不大 就可能會有開高走低的風險在 就要特別去做留意 來 我們先看一下今天的幾個重點 我預計說在9月19號之前 還是維持一個大區間震盪的格局 大區間震盪格局 其實操作就很簡單了嘛 既然我們知道是大區間震盪 我們操作上盡量就是 買黑不買紅 買跌不買漲 就這麼簡單 因為其實說就像我跟大家說的 市場擔憂的叫做 美國會經濟衰退 沒錯嘛 但是我們看這些數據就沒有衰退 美國非農就業數據 雖然說低於市場預期 但是它是高於7月份 失業率它是符合市場預期 它也是低於7月份 甚至再回推到上禮拜的ISM 服務業指數 它也是高於市場預期 而且也高於融庫值50 所以你說 到底哪一隻眼睛看到美國經濟在衰退 是不是 所以我就說這個東西就是說 美國現在經濟頂多是趨緩 但是它絕對 絕對撐不上衰退 那你說為什麼市場反應會這麼大 就像我講的嘛 因為現在市場心態就是這樣 你聯準會如果說降一碼 市場又會擔心你降一碼會不會導致說 降的碼數不夠變成說美國現在沒衰退 接下來變成衰退 降一碼好像也不對 但是降了兩碼市場也會擔心說 你這個美國經濟可能說有什麼風險 才會大幅度的降級到兩碼 降兩碼好像也不對 等於是說現在市場就卡在一個 到底降一碼好還是降兩碼好 這種矛盾的心理 那產生這種矛盾心理 就像我昨天講的嘛 那很多投資人就會看說算了 我先賣掉好了 我先出場我先觀望 管你要降幾碼 我不買股票最大 先賣一賣 這個賣壓就是來自於這樣 所以我覺得說 9月19號以前 聯準會正式公佈說 要降一碼還是降兩碼之前 都是大區間震盪 等到一個比較明確的方向出來 市場才會開始去定調說 到底是怎麼樣比較好 才會有個明確的方向 所以我就說在這之前 其實你就先把它預設成 一個大區間震盪就好 那當指數在一個 比較區間的震盪 低位階跟提財股 相對就會比較強 因為說當指數在區間震盪 就代表說大股票 全值股 它一定會比較弱 第一說沒有成交量 那第二空間也拉不大 所以全值股一定會比較弱勢 所以還是建議大家說 指數區間震盪 低位階跟提財股 兩大重點 就會不錯 再來就是 低位階很標準 GB200有沒有 昨天的旗紅 雙紅 高利 每一檔都大張 為什麼說 昨天這種盤 你說好也不算好 尾盤也是低了290點 為什麼旗紅 雙紅 高利 會這麼強 高利還上停板 因為它的位階低 就這麼簡單 再來還有說 比較偏題材性的 在這種區間震盪的盤式 它就會比較強 那CPU它就是標準的題材股 所謂的題材就是說 目前可能說它營收還沒進來 但是我確定它未來有這樣子的營收 會開始入账 這叫做題材股 所以光通訊就是CPU 還有像是平蓋股 今天可以稍微去做留意 所以這幾個重點給大家去做參考 今天大盤的關鍵價 我一樣會把區間抓得比較小一點點 以昨天的收盤價來看大概是21310 21310 是一個壓力點 支撐點是落在21,080點 這兩個支撐壓力你可以去把它記下來 如果說你有在做期貨當充的話 這非常好用喔 你可以自己去試試看 那詳細怎麼操作 等一下我們等期貨開盤 再來告訴大家 好那我們先回到這個蘋果的發表會 其實你去看蘋果股價就會知道 蘋果的股價在昨天晚上算是開低走高 幾乎是沒有什麼太大的新意啦 就是開低走高 那如果說我們在看蘋果的盤後 其實也沒有大漲 就是小幅度的橫盤整理 幾乎是平盤 所以基本上 我覺得說這一次蘋果iPhone iPhone16 我給一個簡單的結論 兩個字 無聊 真的是無聊 因為我覺得說就是 今天早上我也是在那邊看 就是說蘋果iPhone16有什麼亮點 台灣有什麼股票可以受惠 說真的我找不到 我想要擠出一點亮點來告訴大家 蘋果iPhone16這支不錯 真的找不到 什麼電池續航力提升 相機的畫質提升 它的一些什麼儲存容量提升 就是根本就沒有什麼重大改進的提升 就是說那種相機你知道 4800萬畫素提高到可能說5000萬畫素 6000萬畫素 請問一般人看得出來嗎 是不是 電池續航力從續航力 強到爆的功能 結果這樣看下來 其實說AI版的Siri就跟目前的可能說 Trader GPT 或是像是Coply 就是一些Google或微軟的一些AI 其實它的功能是差不多 所以我是這麼覺得 就是說這一次的iPhone iPhone16 它說銷量會不會提升 我覺得有機會 因為說這個銷量提升主要是建立在當時候的iPhone15 它賣的也沒有到非常的好 那又加上說 雖然說這一次沒有新意 但是不管怎麼講 iPhone16還是蘋果它第一款 有搭載AI的手機 所以我覺得一些果粉還是會買單啦 銷量會提升 但是不會到很顯著的提升 因為畢竟說 它說AI Series 但是AI Series目前來看 看起來是還沒有到非常成熟 就是說它不是很直觀的一些 就像說 這個感覺就像說 我買了iPhone16 但是我不知道它具體到底可以幹嘛 我知道Siri很聰明 我知道AI可能說 可以幫我拍一張照片 馬上幫我辨識出 這個地點是哪裡 但是我要這個功能要幹嘛 你知道嗎 功能很強 但是我不知道我在生活上 什麼時間可以用到 就大概是這樣子的感覺 但是反觀像是飛瓶陣營 華為Google 他們推的一些摺疊機 三摺機 我覺得這個對大家來講 反而這個新鮮感才是夠的 所以我覺得總結來講 就是說蘋果這一次的發表會 真的幾乎可以說是 了無新意 整體來講我覺得平蓋股 因為那你說回到台廠平蓋股 台廠平蓋股我覺得會漲 但是漲不多 因為說其實說包含像是 比較純一點的平蓋股 台積電 台積電是平蓋 不要覺得台積電是AI 台積電主要營收還是在於蘋果代工 可能說台積電 紅海 華通 真頂 星星 或是像是大力光 玉金光 這些股票會漲 但是沒辦法到暴漲 大漲 就是會漲而已 因為說這些其實說整個平蓋 供應鏈本身的位階就比較低 所以我覺得說還是會有一點激勵作用 但是沒有辦法到百花齊放 因為你看蘋果的股價就會知道 其實普普通通 我覺得說可以再觀察一下 就是說接下來可能說會有一些開箱嘛 開箱說這個iPhone 16的AI功能到底該怎麼去運作啦 到底該怎麼去使用 好 所以今天的消息面的部分 帶大家來看一下 今天就有看到嗎 華為三摺機 黃鈕炒到27萬 這個真的是很誇張 黃鈕炒到27萬 因為你去想 雖然說以品牌的形象來講 Apple一定是大於華為 這沒話說嘛 Apple大於華為 但是你如果說單純去看它的手機 三摺機跟什麼AI Series 說真的 我會對三摺機比較有興趣 感覺起來就比較有趣啊 所以我覺得說這一次就是 這一次就在整個第四季好了 在整個第四季我覺得 飛瓶陣營的供應鏈 漲勢可能會強過於蘋果陣營的供應鏈 那彭博也講了嘛 iPhone 16 難先換機槽 等於是說就是 就是亮點不足啦 簡單來講就亮點不足 我跟你說 蘋果這一次推出iPhone 16 AI版的Siri嘛 如果它這一次是推出蘋果的摺疊機 我跟你講一定搶翻 絕對搶翻 你自己去想啊 你是要AI版的Siri 還是你要蘋果的摺疊機 怎麼想都是摺疊機比較厲害 所以我覺得說這一次就是 因為之前本來預期說 這一次如果說賣得很好 蘋果第二季就來了 這一次看起來第二季是來不了了 頂多只能說看接下來 明年的一些機種能不能再 更有心意一點 所以我覺得說如果說因為 基本上在第四季我們可以確定一件事 消費性電子是復甦了 因為說不論蘋果也好 還不論說華為也好 Google也好 它都是屬於消費性電子 消費性電子一定是復甦了 那消費性電子裡面有分嘛 如果說以手機來講 非評陣營跟蘋果陣營 那我就說可能說這一次非評陣營 應該會勝於蘋果陣營 我就要特別去做留言 那當然說非評陣營最指標的股票 聯發科 我就可以去留言聯發科 再往研發科向下下去做延伸 好那我們再繼續來看 包含說8月出口值 史上最旺 這非常的好 還記得說上一次 台灣的景氣信號燈 是開出了黃紅燈 從原本的紅燈變成黃紅燈 那我就告訴大家 這是好事耶 從紅燈變到黃紅燈 這絕對是好事 代表說景氣是在一個擴張期 但是它沒有到過熱 這是好事啊 所以當時我才跟大家講 其實不要連續性的景氣信號燈 紅燈這才是 這才比較好 代表說不會過熱嘛 結果你去看 因為當時很多人會擔心說 是不是從紅燈變黃紅燈 景氣又要摔拖了 8月出口值史上最旺 非常好耶 連時紅了 再來你去看 就代表說其實整個AI需求是非常好的嘛 前8月對美國的出超 400億美元 歷年的單月新高 等於是說現在 台灣就是出口的量這麼大 主要的出口國是美國 是不是 所以很多人說 美國經濟跟我們有什麼關係啊 經濟衰退 幹我們什麼事 但是其實這個是相輔相成的嘛 因為中國大陸其實從去年 前年開始 它經濟就一直在下滑 一直在下滑 所以原本說 依賴中國大陸的一些 國家一些地區 目前都開始慢慢的 對於美國的比重是越來越高 所以你看喔 前8月台灣對於美國的出超 400億美元 創下歷史新高 這麼大的比例 8成喔 出口有8成是來自於美國 這麼高的比例 如果你說美國經濟衰退 會不會對台灣有影響 當然會啊 所以我才跟大家說 其實回到股票市場來講 到底能不能延續 這種多頭行情的走勢 很簡單 就是經濟 只要美國經濟不衰退 連帶台灣經濟也不會衰退 因為說這個 你去看它出口比例就好 光是去看它出口比例 就知道說它的重要性多高 那只要經濟不衰退 就代表企業獲利能夠持續成長 企業獲利能夠持續成長 就代表說股票市場會持續走多頭 就這麼簡單 所以很多人說 經濟關股票什麼事 這個是相輔相成的 經濟往下回跌 市場就會預期企業獲利會下修 企業獲利下修 股市自然就會走空 所以你看昨天的道琼開低走高 又站回了月均線的位置 非常的不錯 看今天能不能再續牆 因為如果說道琼在繼續站穩 月均線的話 他就有機會再把包含像NASDAQ 包含像S&P500 再背一起帶上來 因為目前來看道琼還是比較強 那NASDAQ跟S&P500 還是相對比較弱 一樣是去觀察今天 看能不能至少先回到 季均線的位置 再來我就說比較 比較危險一點點的 會是廢半 因為我之前跟大家講 其實對於說美國股市來講 最重要最重要的一條均線 叫做200字的移動平均線 那以目前廢半來講 他是跌破200字移動平均線 就200MA 那如果200MA一直 站不上去一直攻不破的話 他會從一個很強的支撐 變成是一個很強的壓力 所以我就說這部分 需要特別去做留意 因為橘色這條線是200字 今天跟明天就要持續觀察 到底能不能儘速的站回去 所以總結來講 我覺得說今天的台股 還是一樣 區間震盪的機率比較高 那回歸到操作面上 低位接跟提財股 相對就會比較強 那如果說你不知道 怎麼去把握 怎麼去在這個時間點 好好的去賺 打電話進來 或是去我們的LINE 小老鼠W178 先休息一下 好 現在時間是早上的8點49分 台子期或是大漲了170點 整體來講算是不錯 就符合我們昨天早上所講的嘛 所以你每天早上8點半 只要有空一定要鎖定我們的節目 這是直播 直播節目 因為說你鎖定我們的節目 你會第一時間知道說 今天的台北股市 可能會怎麼走大方向到底是怎樣 其實我跟你說 就以昨天來講 昨天你只要做對一個動作 你贏過八成的投資人了 就是不要去殺低 昨天開低你不要殺低 光是這個動作 你贏過八成的投資人 少賠很多了啦 昨天一堆股票都是開低走高 所以今天也是一樣 我們直接來看一下 目前的期貨上漲了 154點是收在 21234 那我覺得說 因為畢竟說 上方套牢賣壓確實是比較多 所以你說今天要在大漲難度比較高 甚至我覺得今天 成交量又會縮 真的成交量可能會縮 所以整體來講就是 回歸到操作面就是 買黑不買紅 盡量等拉回再去做低接 因為區間震盪就是這樣嘛 下也下不來 上也上不去 那既然是這樣 我們當然是買黑啊 日經 日本股市目前也是 幾乎是平盤 小漲了0.19%而已 也是一樣 日本股市它也是跌破了 就是說幾條比較重要的均線 季線跟月線 就一樣是需要給它時間去消化 技術面跟籌碼面的賣壓 那韓國股市也是一樣 整體亞洲股市我覺得今天都差不多 會漲 但是不會漲到太多 就是慢慢的反攻 韓國股市目前是上漲了0.22% 算是 也是小幅度的上漲 所以今天台股的 關鍵價 一樣我會抓這兩個 21310 跟21080 一個支撐一個是壓力 如果說你有在做旗子的話 我會這樣做 因為畢竟說今天預期是量會縮 預期區間不會到太大 所以如果說有來到21310以上 我會去放空 今天我會去放空 如果說真的震盪有來到211080以下 我會去做多 就直接把它當成是一個資深的壓力就好 給大家去做參考 所以回歸到個股上面來看 就像我跟大家說的 就是說很多人說 現在全資股能不能買 台積電能不能買 台積電絕對可以 百分之百可以 最安全的股票 但是回歸到操作面就是這樣 目前大盤成交量不足 區間又在震盪 台積電能不能買 絕對可以 但是你要等 就這麼簡單 沒有成交量 沒有成交量 大盤空間又不大 台積電要漲去哪裡 漲不動 但是你說它現在是不是便宜的 絕對是便宜的 所以總結來講 還是一樣 台積電1000以下都很便宜 但是你要買你就要等 你沒有要等 沒有預期至少放個一季 至少放到年底 就不要買台積電 我們就買中小型股就好 虹海也是一樣 我一直跟大家說 虹海200以下很便宜 但是你要買你就要等 因為它就全值股 全值股就是 只要沒有成交量 只要台積不漲 大盤不漲 它就不會動 所以你要有這個 預期心理 就是說你買全值股 它就是會吃大盤 你不想因為它吃大盤 因為不想因為成交量 而不會動 就不要買全值股 所以虹海還是一樣 200元以下都不貴 只是說就是要等 聯發科 反而我覺得說這次的聯發科 它的漲勢跟空間反而會比較好一點 就像我剛剛講的嘛 我覺得這一次飛平陣影的手機 它的一些新鮮度 一些銷量 我覺得會遠勝於iPhone 16 你光是看那個就好 iPhone 16最大亮點 AI Series 飛平陣影最大亮點三折機 連那個畫面都不用看 你就知道三折機 聽起來就比較有趣一點 所以聯發科 因為聯發科是飛平陣影的代表 我就跟大家說 聯發科在2024年 預估是賺60塊 隨便給個20倍本益 比1200元跑不掉 所以1200元以下都可以下去做留意 廣達也是 廣達也是 因為廣達也算第四大全之股 所以你說廣達都沒買可以280元以下都不貴 但是要買廣達就要等 就這麼簡單 好 那我們再去看 就像我跟大家說的 第一位接著可以去做留意 齊鴻 3017的齊鴻 我就跟大家說嘛 就是說 齊鴻它是水冷 水冷試占率很高 而且水冷在GP200它叫做剛性需求 因為你GP200的效能再怎麼厲害 你沒有水冷的設備 你效能一樣沒辦法發揮到最大 就是說 晶片這個東西是這樣 只要它發燙 它的功耗就會提升 它的效能就會降低 所以你說水冷是不是剛需 它當然是剛需 所以齊鴻 500元以下真的不貴 你說之前長到800元 800多這個我覺得太誇張了 但是從800多跌回到500多塊 便不便宜 這很便宜 所以這個就都是第一位接 齊鴻持續看好 雙鴻 這也持續看好 目前都是第一位接 那我就跟大家說嘛 一直跟大家說 以水冷系列來講 熱交換器 一些水冷散熱元件 8996的高利 這也是位接非常低的股票 既然水冷是一個剛性需求 高利從537跌到266已經砍半了 已經砍半了 這個位接還不夠低 上禮拜只告訴大家 GP200位接夠低了 高利的位置又在更低 昨天漲停板 昨天一根漲停板 我覺得這個是剛開始而已啦 就是說它的空間還很大 都會持續去做留意 這就是整個GP200系列的股票 包含說8210的情城 也可以去做留意 再來還有就是說 比較偏向轉機性質的 惠特 我就說嘛 不要看說 惠特今年怎麼營收這麼多虧損 它已經接到訂單了 只是還沒出貨 還沒出貨 營收就還沒貢獻 那它的營收貢獻會落在2025年 所以在2025年 以它目前的訂單來看 至少可以貢獻個6到7塊錢的EPS 6到7塊錢的EPS 150多塊錢的惠特太便宜了 可以去做留意 Mini LED 6706惠特 再來還有包含像是 波羅威 CPU系列的 因為CPU系列 它也是不太吃大盤 它也是題材大魚彈的獲利 所以我覺得包含說波羅威 訊星等等的 甚至說3450的聯軍 都可以持續去做留意 CPU系列的 還有就像我跟大家說 COAX這部分 長完了 那可以去留意上有的特化 達新材料、永光 都可以持續去做留意 總結來講 在這個時間 我們就是掌握好節奏 不知道怎麼買 打丟進來 今天節目就到這邊 下講 本公司與分析師 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 僅同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占 測試試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